最贵的十件中国瓷器在谁的手里 中国瓷器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 今天来看看目前中国收藏史上最贵的十件瓷器 第一名位 清乾隆 粉彩镂空极庆有余转新平 5.5亿元 2010年英国颁布里奇拍卖行 派出清乾隆年间 粉彩镂空极庆有余转新平加上用金 以折合人民币5.5亿元的高价 一举刷新了中国古代陶瓷艺术品拍卖记录 这一成交价 同时也是迄今为止 全球范围内中国艺术品交易的最高价格 买家被业内权威人士 正视为来自中国大陆的收藏家 第二名位 明成化豆彩鸡钢杯 2.49亿 2014年4月8日 梅音堂珍藏明成化豆彩鸡钢杯 在香港苏富比 中国瓷器及工艺品 春拍上 以2.8124亿港元 约合2.49亿人民币 成交 买家为上海龙美术馆 创始人刘一千 第三名位 北宋汝瑶 天清又喜 2.5亿元 2017年10月3日 香港苏富比 举行的俊雅清宁 乐从庞藏 宋慈穗珍拍卖会上 以2.6亿港元拍出 连用金为2.943亿港元 约合2.5066亿元人民币 有一名亚洲私人藏家敬得 第四名位 原青花鬼谷子 下山图冠 2.3亿 2005年7月12日 伦敦嘉市的 举行的中国陶子 工艺精品及外销工艺品拍卖会上 以1400万英镑拍出 加用金后为1568.8万英镑 约合2.3亿人民币 创下了当时中国艺术品 在世界上的最高拍卖记录 该贯由世界著名收藏家 英国古董商埃斯肯纳兹拍的 第五名位 青乾隆 浅黄的 杨彩锦上天花万寿莲 沿途长景葫芦屏 2.263亿 该评在2010年10月7日 香港苏富比 举行的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会上 经过足足45口叫价 最终被香港收藏家张永珍 以2.5266亿港元 约合2.263亿人民币 购得 第六名位 北宋汝瑶 天青又回花喜 1.839亿 2012年4月 在香港苏富比 举行的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会上 有900年历史的北宋汝瑶 天青又回花喜 经过34次口叫价 最终由电话镜头者以2.0786亿港元 约合1.839亿人民币 静得 第七名位 明永乐 青花如意锤煎折之花果纹煤平 1.492亿 2011在香港苏富比 梅音堂珍藏的一件 明永乐青花如意锤煎折之花果纹煤平 以1.6866亿港元 约合1.492亿人民币 成交 购买人未知 第八名位 青乾隆玉制 发廊彩姓林春艳图碗 1.338亿元 在2006年11月28日 香港家市的 中国瓷器及工艺品秋季拍卖会上 香港收藏家 张永珍博士以1.5123亿港元 约合1.338亿人民币 派的 第九名位 乾隆玉制发廊彩锤平 1.245亿 在2010年10月7日 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带润斋 清宫玉制珍藏专场拍品会上 以1.4066亿港元 约合1 245亿人民币 成交 购买人未知 第十名位 纪兰苗金 开光粉彩花卉文 双耳平一 1809亿 2006年 香港家市的 拍卖会 带福宝 就藏的纪兰苗金 开光粉彩花卉文双耳平以1800.25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1.1809亿元 成交 购买人未知 谢谢你请订阅我的油管视频 分享 及发表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面 无 � 棒 毅 消息 消息 私 消息 余